今天造什麼句子 陳時中說 就跟過年回南部一樣 會準備尿布包起來以防萬一 這個事情的起源是你知道嗎 很多機組人員在抱怨很辛苦 當然他們確實很辛苦 我先講一下今天大前提 我們不要給機組人員貼標籤 我們不要去歧視機組人員 人家的工作也值得我們尊敬 但他們確實是很辛苦 雖然每次破口破在這裡 我覺得這是政府的責任 機組人員有些人抱怨 就是說每次回來都要隔離 真的受不了 然後在這個車上 被拉去隔離的地方的時候 一路上當然沒有辦法 密閉開冷氣得要開窗 你知道夏天很熱 另外也沒辦法上廁所要包尿布 所以有人抱怨 陳時中就講了這句話 就跟過年回南部一樣 會準備尿布起來以防萬一 報告阿中部長真的不太一樣 人家至少可以對不對 沒有那麼熱 機組人員確實辛苦 今天沒有要貼機組人員的標籤 但我真的覺得 經過上一次之後 我們的政府還沒有學乖 Dialnada病毒 能夠靠陳時中擋得住嗎 你覺得稍後我們來投一下票 所以今天的造劇劇情很簡單 就跟什麼什麼一樣 怎樣怎樣以防萬一 我們來看一下 每天下午3點鐘左右 我們會把我們的造劇模板 貼在蠟碗報的官方臉書上 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這幾位朋友我看到很厲害 造劇等疫苗 常常被挑中 好 呈現的造劇是什麼 就跟論文門一樣 先保密30年以防萬一 你很聰明 劉明照 就跟華航諾富特一樣 盡快施打疫苗 擴大篩檢以防萬一對不對 就是沒疫苗 有疫苗第二類先打 還有慶張 就跟高端疫苗一樣 問題這麼多 真的不要嘗試以防萬一 高端疫苗要拉黑你 還有彥廷 就跟蘇院長保官衛一樣 戲弄潘孟安以防萬一 我們的網友超有才有沒有 有時候我們開會 想到半天造不出好句子 不用愁 下午我們的網友經距進出 那麼也請大家 繼續多多造劇 在7點半辯子妹會揭曉 戴上皇冠頒獎給大家 好 來 介大使 就跟3加11破口一樣 先把會議紀錄銷毀 以防萬一 你也很聰明 你知道3加11 台灣人真的忘不掉 對不對 他就是台灣 其實嚴格算起來 1000多條人命 包括後面 打疫苗死亡的等等 這個破口實在是太大 但到現在為止 變成一個大選案 公道在哪裡 公益在哪裡 來 袁醫師 就跟諾富特破口一樣 為打滿疫苗前 寧可挫殺1000 然後以防萬一 對啊 是 我覺得怎麼講 講到今天我看到 王任賢理事長的一篇文章 當然他苦口婆心跟大家講 辛加11是過去了 諾富特過去了 我們要往前看 但是正是因為 這個部分沒有守好 現在你看到 Delta魔王進來 又是迫在桃園 又是迫在機組人員 那感覺上還是一樣 所以這個規定拉延 當然我們知道 他規定放寬 有很多很多的 因為所以 因為所以 但是有什麼 比生命更重要 如果這個部分守嚴的話 是不是其他的部分 比較容易解決 我們也不會損失那麼多人命 還有你後續的經濟等等 只要疫情守得好 只要疫苗到位來得及 台灣很多問題 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用了好多人的 好多人在 吵架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